好,各位骑友大家好,那这番棋是9月20号进行的一盘往棋 由黑方往星号对战白方渊胜珍 我们一起来欣赏一下 开局黑棋二连星,白棋新小木 之后黑棋点脚掏空 白棋大跳手脚,黑棋继续夹击掏空 白棋反夹 然后黑棋靠牙出头,白棋长,黑棋挡住 下一手棋就看白棋敢不敢往这个地方冲断了 如果说冲断的话,那白棋也需要担心一个问题 就是被黑棋反过来断开之后 白棋有没有收获 因为这个地方白棋三颗子是气非常紧的 所以说白棋为了长气并且作业 肯定要先往二路打吃 包括这个二路班都得走掉 但是呢,黑棋可以先往外打 然后往左边拐头 黑棋左边这里至少有一高路打拔 可以坐眼 然后外面要吃住白棋这颗子 白棋左下角呢,虽然说可以联络 但是这里肯定要补一手棋的 并且左上角以后黑棋大跳进去的话 还可以再掏空 所以说这个地方白棋虽然说 左边这块棋不至于死 但是这个空可能会受损 实战白棋也就没有冒这个险 而是先把左下角这块棋跑出来 那黑棋小飞不断 这个也是棋型的要点 之后白棋点脚掏空 黑棋挡住之后先走了一个定势 然后选择往左边二路立 这一手棋的价值是非常大的 因为首先黑棋不走的话 被白棋往脚上扳 黑棋反扳 首先白棋有这个扳下去的权利 因为白棋往二路扳 就可以把黑棋下方二路的这两颗子断开了 这个是白棋后续的一种手段 还有就是就算白棋左边扳完之后补断 那黑棋脚上得挤一个补棋 白棋眼位也会好一些 所以说黑棋的这一手棋 既保住了脚上的木属 又破坏了白棋的眼位 还让黑棋左边这一块棋 多了一个二路跳的后门 可以连回 可见这一手棋是非常大的一手 然后白棋跳出 继续保证这里的眼位 黑棋往左上脚碰 那接下来白棋大致也就是 往两边扳的这个选择 一个就是往外面扳 外面扳的话白棋可以把这里走后 但是黑棋可能就活在白棋的空里面了 这样白棋是比较心疼的 所以说白棋还是往脚上扳 先把这个木属撑住 黑棋断 这个地方黑棋可以站到下 就是因为黑棋针子有力 白棋打的时候 黑棋可以拐出来逃跑 然后白棋沾补断 黑棋长 白棋拆 下一手棋就比较考验黑棋了 因为这个地方 黑棋上面这四颗子 现在还是没有安定的 所以说呢 有一种思路就是 黑棋先把这里补后 具体的这个手段 就是黑棋往上碰完之后 扳 然后粘上 再往这扳头 白棋长 黑棋就往前压 这样黑棋就可以变后了 但是这样下呢 黑棋会落一个后手 白棋上面可以暂时补补 可以先把左边这里全部补好 那这样的话 白棋连脚带边全部围住 白棋的木属还是非常实惠的 所以说黑棋也就没有 先在这补棋了 而是抓住时机 先往左边点刺 那这个手点 让白棋浑身难受 因为不管怎么补啊 这手棋都补不好 白棋如果说往前压 那黑棋可以往路小间 这样同时威胁白棋 上下这两个断点 就算白棋挤一个 那黑棋长 还是存在两个断 白棋补哪边 那黑棋就断另外一边 肯定要出棋 所以说实战白棋 还是先虎一个 补掉脚伤的断点 那黑棋冲出来 白棋再往二路扳 现在黑棋就掌握这个主动权了 黑棋如果说想取外势的话 那就可以挤一个 因为黑棋挤完之后 白棋二路有断打 白棋连络呢 黑棋先手打持 就可以把这里全部连通了 不过这样白棋 这个控围的也是非常扎实 所以说黑棋不愿意让白棋违控 就选择扳下来 白棋断 黑棋断打 但是这样黑棋同样 也让自己处于这个非常危险的一个境地 因为被白棋打持完之后再沾 黑棋左边这一串 又被白棋包进去了 这样的话 这个地方双方要形成一个激烈的战斗 之后黑棋先往脚上长 这手棋也是有意图的 如果说白棋在外面不断 那黑棋可以长一个先手 然后贴住 这样的话 黑棋脚上这块棋就联络了 而且已经活了 白棋吃外面这四颗子的话 黑棋就看清了 这四颗子其实并不重要 白棋吃掉的话 木树也比较有限 黑棋就可以拖前走其他地方 这个是一个转换的思路 黑棋是可以接受的 那如果说白棋搬下来的话呢 主要是外面这里有个段 白棋三颗子弃紧 打持的话黑棋跑 白棋是冲不出来的 而且弃非常紧 所以说实战白棋也是走出了 比较惊人的一手棋 就是往这 单瞻 这样的话 白棋自己先走成一个鱼形 那这手棋到底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首先跟这个白棋 往二路搬相比的话 站在这儿呢 气肯定是稍微好一点 这样黑棋断 白棋可以打持冲出去 这个是一点好处 然后还有就是 黑棋啊 现在就无法像刚才 白棋虎在外面 这样长一个 然后贴住这样作眼了 白棋站在这里的话 黑棋再往路爬 白棋是可以冲下去的 所以说以后黑棋联络呢 只能往一路小间 这样眼位就没了 所以说这个是白棋的意图 但是这手棋现在很难就判断是好还是坏 说他把这个黑棋的眼位破坏了 或者说把外面这个断点暂时防住了 确实把这两个地方都做到了 但是呢 说他没有防住 也可以这样讲 因为以后黑棋只要外面这四颗子弃成出来 这个断点还是存在 然后毕竟黑棋左边还是可以往一路小间联络的 所以说这手棋现在 暂时还不能说是好棋还是坏棋 我们接下来继续看实战 黑棋先往上靠住 白棋冲 这个地方白棋下出了各种鱼形 也是不在乎这个棋形了 反正只要能杀黑棋 白棋就这么下 不过这个地方AI还是觉得白棋搬比较好 搬完之后黑棋冲白棋打吃 黑棋要反打白棋可以提 等于说这个地方还是紧住了黑棋的气 这样就使得这个断点还是不成立 因为白棋冲完之后再冲黑棋挡不住 挡住的话断打上面直接要拍死了 黑棋先拐住 白棋冲出来 黑棋再往这拐住的话 白棋断打完之后长 黑棋这四颗子要继续逃跑 白棋可以搬 然后先把左边粘出来 这样黑棋封不住 上面这里呢 黑棋这一串也跑不掉 长一个的话直接被白棋盖住 就把黑棋闷死了 所以说这个地方 白棋搬是非常不错的 也不用再走鱼形了 实战白棋鱼形冲一个 然后黑棋挡住 白棋再断 黑棋喉出来 白棋往上搬联络 黑棋拐出 白棋长 黑棋打 白棋再战 这几手棋可以说是必然的变化 然后黑棋打吃补棋 这样黑棋外面暂时不用担心了 当然上面还有个断点 但是不影响黑棋这块棋的死活 接下来难题又回到白棋这里 现在白棋 左边显而易见 有个断点 黑棋往一路小间 可以渡过 那白棋到底是不断 还是说足度 如果说白棋不断的话 那黑棋往脚上扳 白棋上面不活 虽然说白棋断完之后 尝一个可以做活 但是黑棋往一路小间联络 这块棋 黑棋也就不用担心了 白棋跨断是没有用的 打吃黑棋可以沾 想攻击黑棋外面这朵花 白棋也做不到 因为黑棋跳出 这样也就可以出头了 并且白棋左边这一大团也不活 白棋搬出 那黑棋往二路立完之后 再往脚上补 这样黑棋脚上活了 上面这朵花 白棋封不住 然后左边这块棋 往左下角二路跳 也可以连回 反而是白棋 更为麻烦一些 所以说这个地方 白棋就直接选择挡下去 足度 那黑棋断 白棋二路夹 先吃掉这三颗子 然后黑棋就取得了 外面这里作战的一个主动权 黑棋飞凤 当然黑棋左边 这个十字架的这个形状 也是没有联络 这个地方棋比较紧 所以说 黑棋要是把白棋封住的话 这个局部还是会形成一个对杀 之后白棋靠出 然后黑棋搬白棋搬头 黑棋断完之后沾 然后白棋冲完之后断打 这个都是命令手 黑棋就必须要跟着硬 然后白棋往右路斑瞻 先这个长棋 黑棋虎一个补棋 刚才几手棋都是必然的变化 不过下一手棋 对于白棋来说就非常重要了 这个地方 其实白棋应该见好就说 赶快往上打持就可以了 因为黑棋这颗棋筋 是连不回去的 连的话 白棋翻打完之后顶住 这个断裂黑棋不入气 这样白棋大龙直接跑出来 白棋跑出来 黑棋左边这一团就死掉了 所以说白棋应该现在打 黑棋站不上 黑棋要是往下补棋 白棋脱先 最后其他立法 左边就已经可以告一段落了 白棋连脚待边全部围住 虽然说黑棋外面也比较厚 但是双方各有所得 始战白棋往下冲的话 其实这手棋是存在一定问题的 因为现在黑棋就可以直接收气了 我们来看一下 如果直接停成对杀 这个对杀的一个结果 白棋往一路搬 铺完之后滚薄 但是因为一路这颗子已经被黑棋打持 所以说白棋要沾 黑棋外面双打持之后提 白棋刺一个这样挤住 收气 黑棋沾 再收气的话 那黑棋冲完之后收气 很显然这样下白棋迈起 所以说这个地方 黑棋如果说能直接顶住收气的话 顺便把上面这个打持补掉 那白棋凶多吉少 可以说是黑棋绝佳的一个机会 不过实战黑棋选择往这儿搬的话 被白棋挖在这里 还是放白棋一马 因为这个地方白棋就联络了 黑棋联络呢 白棋往上打持 这样还是联络了 因为黑棋不能站 刚才我们说到白棋可以翻打完之后顶住 直接出头 黑棋只有长 白棋提掉 那这个地方最终黑棋左边还是死掉了 然后黑棋把外面走后 之后就要看其他地方的战斗了 这里也是非常复杂 然后黑棋往下回一个 补这个段主要是为了破坏白棋下方大龙的眼位 所以说白棋还是得继续往前跳 如果说拖先捞空的话 被黑棋夹过来 白棋不舒服 这个地方根据地被黑棋掏掉 白棋就算往外跑的话 始终是一块负担 而且下方的空黑棋已经便宜了 所以说白棋再往前跳一个是非常有必要的 接下来黑棋往脚上定型 扳完之后连扳 白棋断打黑棋虎一个 这个都是常规的变化 白棋点刺 然后挺头 这个地方还是担心大龙 因为不走的话 被黑棋打持 先阻度 然后外面点刺 飞一飞 把白棋封锁 白棋下面能活 但是黑棋外面全部包扎住的话 中间的潜力也就显现出来了 所以说白棋挺头也是为了联络 然后黑棋手脚 既然白棋不走 黑棋先围空 白棋打入 黑棋直接飞阵 这手棋主要是看中上方这里 也有黑棋的模样 所以说右边的空被白棋掏掉 黑棋也不心疼 然后白棋要路飞 黑棋围住脚空 白棋选择四路飞 跳一个当然可以做活 不过这样太扁了 被黑棋外面全部包围 那白棋再往上打入就比较危险 所以说飞起来的话 主要是想让黑棋这里包围不太容易 但是因为白棋底盘不稳 所以说这个地方的眼位是受损的 黑棋靠牙完之后再往路跳 缩小眼位 这也是白棋要付出的代价 白棋长 黑棋沾 白棋拐头 黑棋再搬 然后白棋下得非常委屈 这个棋实战就这样猴出来 低感肯定还是想搬的 我们来看一下搬 为什么白棋不敢下 就是因为被黑棋断掉之后 白棋反过来破眼 黑棋可以往上路打拔 或者说先不提 直接往下碰一个 这样的话 黑棋右边有眼位 可以作眼 下方这里碰的话 对白棋大龙造成影响 然后只要黑棋吃住 外面这几颗旗筋 白棋整条右边大龙都是不活的 所以说白棋也不敢这样下 这样就把自己右边大龙搭进去了 所以说白棋非常委屈的 从这儿吼出来 下一手棋 黑棋下得不够细腻 这个地方还是应该多往前贴住 这样的话 白棋沾 黑棋继续封锁 虽然说这个地方封不住白棋 因为白棋可以顺势冲出来 但是只要能交换几手 黑棋在做活的话 那黑棋可以满意 下方白棋要补断 黑棋这里已经形成暴围圈了 中间全部成空 实战 黑棋直接往二路打拔 那被白棋拐出来的话 白棋拐到这一下联络就好很多了 然后白棋选择打入 因为黑棋右边是火棋 这个地方刺没有用 刺完之后击破眼的话 黑棋往一路跳 白棋挡住 黑棋往一路地 也可以做活 实战白棋打入 然后黑棋先没有管 黑棋往下点 因为下方这里还没有完全安定 所以说白棋都必须得补 白棋贴出来 然后黑棋再往前压 主要就是把白棋分段 形成缠绕攻击 然后白棋先把右边靠去做活 黑棋往脚上打持 先手 再往下飞 这个地方挺头的话呢 主要是白棋的联络 没有任何问题 白棋沾 黑棋飞下来 白棋可以坚顶 这里黑棋外面要被扳断 黑棋挤一个白棋往下立 反正是可以联络的 实战 黑棋直接飞 那白棋虎一个 黑棋扳 白棋再虎 黑棋再往前撞 这样的话 白棋左右两边 大龙已经被黑棋分开了 之后白棋飞刺 先手 然后往下跳一个补器 这里白棋还是认怂了 如果说这个地方不补的话 往中间扳头 想要掏空也是不太现实的 因为这个地方 黑棋断 白棋冲完之后 再断的话 黑棋中间有打持 这里断打 黑棋就站 白棋打持完之后贴住 黑棋还可以双打持 所以说黑棋这块棋是完全可以跑出来了 至于中间的空被白棋断打掏掉的话 关键是白棋下方大龙牵了一手棋 这个地方让黑棋先动手 点刺破眼 再点刺 然后往二路小间联络 这样的话白棋下方就彻底做不出来眼了 这里跨段都是没有用的 黑棋可以全部连回 这样白棋大龙要死 所以说白棋还是决定补一手棋 往下跳 黑棋飞刺 白棋冲 黑棋反冲一手 白棋站上 黑棋继续点刺破眼 这几手棋呢 都在不断的试探白棋怎么补 白棋选择从这挡住呢 以后中间还有断打 所以说 单纯从这个木树的角度来说 黑棋也是非常便宜的 然后黑棋往前冲一个 先把这样克子跑出来 白棋双不断 看上去这里的白棋是没有问题了 但这只是一个假象 黑棋这个时候转换目标 先攻击白棋上面打入的这颗子 已经把白棋这颗子晾在这里好久了 现在黑棋终于要动手 那白棋现在只能自顾自的做活逃跑 想要反击是不可能的 因为这个地方白棋断的话黑棋长 在黑棋的这个包围圈里面造刺 那对于白棋来说只有死路一条 这个地方黑棋可以挖完之后打吃滚包 再冲出来 白棋没有任何活路 所以说白棋跳一个 想作演 但是这个根距离也太小了 以后黑棋各种二路飞 二路爬都可以破眼 所以说白棋 就算再让他走一手 都不一定完全就可以活棋 所以说这两颗子是非常危险的 然后黑棋往右边夹一个 先交换一手 然后黑棋突然又回到下方杀棋 这个地方黑棋冲了一个 白棋长 黑棋拐下去 之后白棋再往前冲 黑棋双打吃 其实这个地方呢 黑棋也算是给白棋留了一条活路 就是白棋可以从一路打 然后这样滚包 这块棋再往脚上补一个就进火了 但是这样从一路连滚带爬 白棋相当委屈 黑棋这一串交换完之后 可以再回到上方动手 那如果说白棋不服气 觉得这个已经活了 直接往上想做活的话 黑棋理都不理 直接往右下角冲完之后 先破眼 扑破眼 然后再往一路拖 这个地方白棋敢扑结的话 黑棋就提结 反正对于黑棋来讲是无忧结 白棋打输 大龙全死 所以说这个地方 白棋是完全不能接受 从这个一路度过的 所以说白棋 不管是死是活 都肯定下了决心 要往这儿站 那黑棋先提通 白棋往上冲一个 再冲 黑棋右边搬住 先切断白棋这里的联络 然后白棋往中间断 断完之后断打 黑棋这个时候提的话 有一个这个双打吃 所以说黑棋沾 白棋往中间长 黑棋贴住 这样白棋还是出不了头 接下来白棋往下夹 黑棋足度 然后白棋如果说挡下去的话 这个地方还是做不出来两只眼 因为黑棋往脚上挤 挤完之后冲 左下角肯定是没有眼的 然后白棋往外冲的话 黑棋就连续单退 这个地方也没有任何的棋 所以说白棋直接作严 肯定是活不了 实战白棋往中间斑 然后最终走到黑棋 往这长一个的时候 白棋认出 因为这个地方看的已经非常清楚了 白棋如果说冲完之后断打 打吃黑棋沾 那白棋左下角大龙还是全部死掉了 而且让白棋更为绝望的是 不仅是这条大龙死了 中间这块棋也得死 上面这块棋走不好的话也得死 首先白棋往中间沾 像右边这种跨段 都是不成立的 黑棋打穿完之后直接跳加 所以说白棋如果继续下下去的话 这个全盘就已经被黑棋杀穿了 白棋也没办法继续走 好 那这盘棋也是相当的精彩 可以说这盘棋黑棋下的非常的主动 一直在抓着白棋杀 让白棋一直都没有这个喘气的机会 虽然说最终白棋向右边大龙苦活 但是下方这里最终也是不肯委屈求全 然后被黑棋往一路阻住 白棋连续往中间这里冲都不起作用 最终这条大龙直也死掉 然后像中间这里 上方这里白棋都是处于半死不活的状态 所以说这盘棋白棋还是下的有些惨 好 那这盘棋就给棋友们带到这里 希望大家看得过瘾 如果喜欢我的视频 请棋友们给我点个赞 谢谢各位的支持 我们下一期视频再见 拜拜